中華跟菲律賓隊的比賽 來看看今天是田磊、周伯承、陳世傑、洪志善跟楊敬敏先發 這個先發名單如果沒有錯的話 大概跟前兩天的差距是非常大的齁 只有田磊一個人是過去兩天的先發 所以來看看許敬哲教練到底葫蘆裡面是賣了什麼樣的藥 這樣的一個先發名單當然是讓大家非常非常的意外 所以我們當然要看看在開賽的時候的表現跟許敬哲教練到底藏了什麼法寶 對 我看起來坐在板燈上的五個人好像不是剛才我們說的這五個人齁 所以我就是有點懷疑他這個先發名單是不是打錯了 對 我想也是因為照基本的國際賽調度的模式來說 如果這麼大頻繁的調度先發陣容的話 那當然會對整個球隊跟球員的對場上的適應是會有影響的 但我相信許敬哲教練應該不會做這麼大的一個幅度的調動 目前看起來坐在板燈上還是中華隊過去兩場冠場的先發五人 所以讓大家可以稍微鬆口氣 今天菲律賓這邊是傑森威林 Garry David Dio Campbell 波西特 還有諾 Wood是他們的先發五人 這個名單看起來好像準確度是比較高的 沒錯 這幾位都是在菲律賓一對一表現 跟前兩在表現非常好的球員 所以中華隊在整個個人單打方面 一定要把一對一的防守做好 這場比賽為您邀請到的球評是中華亞青隊的總教練 同時也是2003年哈爾濱亞錦賽大會的助攻王 嚴行書先生 我是田文奎為大家共同帶來轉播的服務 當然我想今天在台灣有非常多的球迷 高度的關注這場比賽 尤其是大家想要知道 一個月兩萬美金代價的Davis加入中華隊之後 到底對中華隊有多少正面的一個挹注 中華隊一開始把球給跳到李學玲來展開中華隊的第一波攻擊 現場的鼓噪聲音非常大 這個球館坐滿可以坐一萬六千人 但據說現場來了兩萬名球迷 林志傑的潛入給到底線的田磊 結果沒碰到籃框 雖然沒有投進這一球 不過林志傑的破壞力成功的製造了田磊的外圍 控檔的投射 我覺得這個對中華隊來說是好事 因為這樣的一個破壞力是中華隊極需要的 多西特是由Davis在看守 外線菲律賓第一次的三分出手就由Ocampo投進 剛才我們也提到昨天菲律賓隊的三分球命中率也有4x4 相當的高 塞到禁區狹獸連線 所以我說中華隊在進攻上面 他還是維持著高檔的表現 因為這樣的一個切入的破壞跟走位 我覺得是在整場比賽都有注意的 那像剛剛菲律賓投進這個比較tough shot 其實田磊已經對上去了 維持這樣的一個半場強度是非常重要的 在換防之後 籃板球還是由菲律賓隊掌握 傑森威廉 經過另外一次高位的掩護切到進去 他的速度非常快 不過球打到籃框前緣 李學玲的傳球被干擾了一下 林智傑拿到 一開始林智傑的穿針影線 已經兩次來幫助田磊有取分的機會 好 坤西德威斯 裁判抓是William的犯規 沒錯 聽聽這個現場的鼓噪聲 這就是為什麼 在德威斯把球放下的時候 他可能聽不到隊友的呼應 所以這個人突然從後面過來 做一個超級的動作的時候 其實隊友的呼應他是聽不到的 昨天其實在菲律賓出戰約旦的比賽 現場還有古號樂隊 所以許晶哲教練也要求所有的球員 必須要看他的手勢 而不是用喊叫的方式來提醒球員 因為你沒辦法聽到教練在講什麼 這邊田磊的傳球 戴威斯並沒有注意 李學玲下去搶球 抓對 裁判認定是菲律賓的球權 對 這是一個球權的轉換 這也是我們剛剛提到 現場有將近兩萬名的觀眾 所以你在整個打球的方式 你不可以用呼應在整個防守跟進攻 你必須要用不斷的閱讀對方 跟隊友的一個走位的情勢來判斷打球的方式 真的不誇張 如果你說裁判的哨音都聽不到的話 也不意外 沒錯 因為這樣子的鼓噪聲 是在現場是非常非常大 對 李學玲剛才抄球剩下兩秒鐘外線 菲律賓的出手 Long Rebound 還是被菲律賓抓到 而且呂振如來得稍微晚了一些 面對Jason William 他犯上一归 對 呂振如這一球 沒有做卡位的動作 想做一個偷跑的快攻 如果他機質地做卡位的動作 這個一個Long Rebound 應該是他的才對 菲律賓一開始的進攻籃板機會是相當多 所以這點中華隊必須要能夠修正 Jason William 結果運球發生了失誤 林志傑抄解 林志傑是中華隊一開始的playmaker 外線假晃之後呢 三分外線投進 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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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志傑對自己真的是非常有信心 但我們看他持球的時間太長了 其實田磊跟呂振如剛剛都會有很大的機會 不過感覺到志傑覺得自己的狀況非常好 希望把球維持在自己的手上 這個也是球員在狀況好的時候會做的一個做法 這是林志傑在亞錦賽投進的第六季三分球 Marcus Douthit進去裡面抓籃板十要進攻 造成了Quincy Davis個人第一次犯規 不過可以很明顯的看出 在戴維斯加盟中華隊之後 多希特他在進去裡面的破壞力的 前面的兩三分鐘是沒有展現出來 對 其實在戴維斯加入之後 我們說最大的一個注意就是內線的防守 跟內線的籃板的保護 他的高度雖然只有2米03 但是他的臂長是非常長 而且他的整個中鋒卡位的動作很扎實 所以很明確的可以降低了多希特 在內線的一個威力 兩場比賽平均是10點5分 10個籃板球 多希特第二球並沒有罰進 不過菲律賓已經抓了兩個進攻籃板 所以中華隊還是要小心 對 剛剛呂正如這個保護籃板的動作 就非常的好 田磊為中華隊一開始送上祝福 所以這個壘獸的一個配合 現在是中華隊破壞力最大的 因為他們兩個能投能切 再加上定點射手 呂正如的一個高度跟定點投射能力 我覺得現在中華隊的攻擊真的是非常恐怖 中華隊攻擊的spacing 空間感也非常的棒 尤其4號球員都能夠投3分 沒錯 所以我們現在唯一要注意 就是一對一個人的防守了 林智傑抓到 剛才是Gary David的出手 好 而且Gary David要防守林智傑 一開始看一下麻煩很大 其實現在兩隊的球鋒 大家就可以看得出來是非常的相似的 因為菲律賓的1on1個人的單打能力非常好 但是現在的中華隊都處於成熟的 球員年齡的階段 像田磊 林智傑 李學齡 他們一對一的單打的能力也是非常的強的 所以我們一直會說這兩隊的球鋒很相似 一定要看臨場的表現才能決定勝負 是 學齡球又交給了林智傑 林智傑再轉身 這次是一個守護撥人動作 所以被抓的進攻犯規 志傑在昨天第一節就兩次犯規 所以也讓他後續上場時間是比較少 不過中華隊的射手有發揮 所以面對沙烏尼他後來也不需要太出力 這是一個火鍋 昆西 Davis 的火鍋讓中華隊前面三打二 好 又林智傑再轉個助攻 所以這就是所謂的中華隊的進化 在 Davis 加入之後 林智傑跟中鋒內線 Davis 的阿里屋配合 是每一場比賽 感覺像是重播鏡頭畫面一樣的 再重現 是 Davis 這個籃板球又撥給林智傑 而且 Davis 很能跑 他又跑到進去裡面了 後面給到罰球線接球的天爛 正面打板 專門12比4領先 菲律賓要喊出暫停了 天爛個人獨得了5分 昆西 Davis 跟林智傑的配合 也是絕妙好球 少休息會 再回到稍後的台飛大戰 美國職棒戰況升溫 王建民繼續努力準備再戰大聯盟 陳偉英重新投入戰場 各隊卯足全力為季後賽衝刺 全台最完整的美國職棒轉播 最後的機會 走回首感 同時榮耀 追求完美 今年最後一次機會 爭取大滿冠獎杯 他們要如何展開榮譽的最後一戰 PGA高爾夫錦標賽 第一天 FOX高化值體育台現場直播 歡迎您再次回到比賽當中 看看Davis從蓋火鍋到跑到前場 他多麼的賣力 所以Davis的積極的跑動 會造成很多阿利喻的機會 我們看到他是場上最高的球員 卻是第一個到我們攻擊籃下的一個地方的球員 所以看他積極跑動的結果 會中華隊帶來很多的拖車效應 對 而且連續兩球他都是第一個來到禁區喔 中華隊12比4領先8分 菲兵立刻喊出暫停 昆西Davis的補防干擾到對手 籃板球被呂協定撿到 所以一個球員的加入 可以讓一個球隊升級 絕對不是神話 像Davis的一個進攻跟防守的威力 真的讓中華隊能夠有跟列強一個爭奪的本錢 啊 田磊這個球喔 想要跳又想收 結果最後還是被抓了犯規 對方是矮後衛在挑戰他 中華隊現在團隊已經示範了 這是在大幅領先至於唯一的麻煩 對 其實在主力球員的犯規 在昨天的第一二截也已經有發生了 不過在中華隊替補也有很好的表現情況下 所以昨天有大比分的勝出 但像現在這樣的一個關鍵賽事的話 主力球員一定要把自己的犯規截置住 菲律賓這連續幾場比賽好像都有慢熱的情況 昨天的第一節他們其實也打得會比較慢進入狀況 到目前為止他們Fill Go是九投一中 只有一成一的命中率 對 其實他們在這三場比賽的第一節 打得都並不是非常好 所以命中率都不是很高的情況下 所以他們都是由後面開始追擊 呂正如也開爆了 既昨天投進七季三分球之後 今天第一次出手就進 這就是我們要看到定點射手的表現 我們看到雖然不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但是踩好腳步之後 這個手型非常的漂亮 順利命中三分線 中華隊現在三分球是百分之百的命中率 而菲律賓是六頭零中 這也是他們非常重要的一個攻擊武器 但是被中華隊給前置了 籃籃球林志傑跳得高 抓到之後還造成了對方的Ocampo犯規 所以現在中華隊場上的先發五虎 整個隊型跟攻擊的破壞力來說 是優於菲律賓隊的 所以我一直強調只要在一對一的防守 大家維持住整個防守的強度的話 其實中華隊今天是非常有機會的 而且中華隊今天鬥志相當高往後 對 其實現在中華隊是天時地律人和 因為加入了Defense 彼補內線的一個劣勢之後 再加上田磊跟林志傑的表現 都是完全非常高的 Outfire 田磊 單捷得費已經來到10分 所以田磊從瓊斯杯開始調整之後 到亞錦賽今天的菲律賓之戰 第一節已經完全的爆發了 中華隊八成的第一節命中率 對方投進了一季三分 是用Ocampo投進 沒錯Ocampo已經投進了兩季比較TOP的效 因為其實田磊已經做一個 趨前的動作還是被他投進 中華隊要小心這名球員 目前菲律賓的兩個Field Goal都是三分外線 而且都是由Ocampo所投進的 林志傑轉身之後過了 第一個人就左手上籃 看這個野獸的一對一單打 真的是賞心掠目 因為他現在的進攻節奏 已經調整到onfire的這個按鈕上面 這個give and go也非常漂亮 這球昆斯利 Davis跟所有台灣的球迷都覺得 這個哨音來得太冤枉了 這樣子David就有內線犯規的麻煩 對 所以我們在禁區還必須要靠天天頂 真文頂上來頂一下 兩範一定要趕快換下去 必須要保護他 對因為在決勝期的時候 還是需要David內線的一個防守的威力 來牽制住多西特的 在一個籃下單打的一個腳步 傑森威廉目前的三分得分全在罰球線上 不過中華隊進去的屏障 其實高度是夠的 剛講完就會被多西特點進一球 對 所以這樣的一個犯規麻煩 當然會讓David盡量保護自己 不要再做一個犯規的動作 犯規過多 對方罰球線上罰進了4分 林智傑 Crossover 再交由呂振如 呂振如 呂振如在David的掩護之下 底線的top shot沒有 傑森威廉現在是由李徐林來看守 兩根身材都不到180公分 又交給了外圍的Ocampo 4-3 所以中華隊啊 重點式的防守 我們一直提到 Campo已經投進了兩季非常困難的三分線 這一季三分線是完全wide open 所以中華隊對於個人的一個重點看防 到這一戰還是沒有太大的感傷 林智傑也要投一個大號的 包向換顏色 所以我們看到 田磊跟智傑的整個不服輸的特性 已經在這邊展現出來了 我們賽前應該有交代智傑的 不要到帶機關槍來球場 但是他不但不聽話而且還掃射 林智傑又把球給抄下來 林智傑又把球給抄下來 而且造成了對方菲律的犯規 我們看到田磊跟智傑進攻的欲望 跟進攻的氣勢 希望帶動整個中華隊的防守 中華隊有機會 連續兩場比賽 第一節打完之後 得分超過30 相當可怕 上一場比賽 中華隊得分也超過90 那麼連續兩場比賽 他們得分都在90以上 所以在轉播的過程當中 跟邢樹翊再提到說 我們並不擔心中華隊的得分 對 所以我們一直在強調 就是半場一對一個人防守 不過今天中華隊第一節做的 還是蠻不錯的 又是關於二分 這個好恐怖 中華隊全隊on fire 第六個三分球了 太讓人興奮了這種表現 田磊得到13分 他個人投進三個 但是現在如何阻止菲律賓得分 地板球這個peak and roll 再交給low wood 他並沒有注意到 撿回來之後底線投進 所以現在中華隊的進攻 非常的氣勢旺盛 而且在高檔 在防守上面希望能帶動 全隊的防守積極壓迫性 因為感覺上 今天的調度是區域比較保守 是 呂正如吸引了對方 進去防守的犯規 好球 而且抓的是 射手Jeffrey Chen 所以為什麼我們說 今天的調度比較保守 因為在前兩站 徐靖哲教練 在最後兩分鐘的時候 都會做一個 主力調動輪替的一個 調度 一講到就來了 對 這樣的一個調度 我覺得是非常適合的 因為其實 維持主力的體能狀況 因為替補的表現 非常非常好 所以在第一節的最後兩分鐘 絕對不是決勝期 正如的第一球並沒有罰勁 稍微把手擦一下 現在 控球會換上了陳世傑 中華隊第一節的三分命中率太驚人了 七投六中 哇 這大概是三場比賽下來 如果就單節來看 最可怕的一個三分命中率 對 這樣的一個三分命中率 當然是我們現在維持領先的一個 一個原因 所以中華隊 不要輕易的 把這些領先的分數給花掉 阿拉帕 後面再給多西特 多西特一個轉身 直接在曾文鼎面前抱後藍空 對 所以 Davis在禁區防守的一個威脅性 在這邊就可以看得出來 因為多西特 看到Davis的時候 單打慾望並不是這麼強 但是看到曾文鼎的時候 他卻有非常強烈的一個單打慾望 是 曾文鼎在上一屆出戰 菲律賓隊的比賽更獨得了20分 蔡文成這個球傳了有點危險 呂正如再拿回來的出手沒進 哎呀 有點放槍啊 剩下最後一分鐘要結束第一屆 演護之後 阿拉帕 差一點點 球被 菲律賓播出的界外 對 這樣呂正如的一個表現 可以看得出來 他已經打了將近9分多鐘 當然楊敬敏的表現 其實也是非常非常好 我們看到多西特這一球 看到曾文鼎 他單打慾望就來 雙手爆扣 所以其他的球員 應該要讓曾文鼎 有一些安心 就是互相協防的一個呼應的表現 比賽畢竟是打四截 欸 多西特被抓了犯規 曾文鼎替中華隊送禮 對 這樣的一個製造犯 多西特的犯規 當然我覺得是比得兩分還要重要的 所以阿鼎是很聰明的 而且讓自己站上了罰球線 多西特個人第一次犯規 崇華隊剛才呂正如兩拔不敬 曾文鼎要把握住 曾文鼎在前兩戰第一戰得六分 第二戰是只有一次出手沒得分 不過因為腰傷的關係 他前兩戰總共只上場了不到29分鐘 曾文鼎說他的腰傷感覺一天比一天來得好 所以其實我們真的要為這些代表國家出賽的優秀選手鼓勵啊 因為他們即使有傷勢啊 還是披著中華隊的戰袍繼續在奮戰著 這對他們的運動生涯還是有風險 中華隊目前回到九分領先 而且改成區域防守 交給多西特所發生的失誤 菲律賓第一節的失誤次數是比中華隊來得高的 目前發生了三次 對 現在是最後一集的好時機啊 所以對方進入加罰狀態的時候 多積極切入製造犯規啊 就可以讓自己輕鬆的站上罰球線 比賽時間跟進攻時間差不多三秒鐘的差距 曾文鼎在三分外線一個描籃之後 又吸引到犯規 Oh Gary David 他向裁判抗議說 好像對方有一個手部動作 應該是Pingris 所以曾文鼎非常的聰明 我們看到他在切入的時候 他投籃的手勢的方向 是往對方防守的一個角度去 我們看到 所以這樣的一個方向的話 當然是製造了整個身體上的接觸 也讓自己順利的站上罰球線 誰叫你站我這麼近 對 沒辦法 這是你自己在一對一被過的時候 失去了整個防守的一個優勢 所以當然進攻球員 就有更多的機會能夠製造你犯規 Pingris犯規之後被換下去 現在Jason Williams上來 就要把這5.8秒的速度 快速的推進 所以中華隊在罰完球之後 應該也了解到要阻止他持球的推進 對 沒錯 因為Jason Williams他的速度非常快 而且他變換速度控制得很好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陳士傑應該要知道 以他切入的破壞防守為主 對 他跟Alapark兩個快腿都在場上 這問題目前是連續罰進了三球 這球也罰進四投四中 中華隊領先11分 要壓制住 Jason Williams喜歡從左側切入 陳士傑阻礙他成功 中華隊在第一節的得分 連續兩場比賽來到了30分 而且在第一節13投10中 77%的命中率非常的驚人 包括了三分線外 7投6中 11分領先 暑假之後 F1重返賽場 火力充沛迎接新一輪拼殺 超級瘋狂的 尾特爾仍然領先 汉米爾頓 後起直追 加入冠軍爭奪戰 進來 路易斯 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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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P1 更加精彩的下半盾載程 就從比利時開始 Fox高畫質體育台 最後的機會 走回手感 同時榮耀 追求完美 今年最後一次機會 爭取大滿冠獎杯 他們要如何展開榮譽的最後一戰 PGA高爾夫錦標賽 第一天 Fox高畫質體育台 現場直播 高球女將們回到蘇格蘭聖安卓老球場展開對抗 五年中四位亞洲選手奪冠 今年是否會有亞洲新冠軍登場 RICO英國女子高爾夫公開賽 Fox高畫質體育台 中華隊打出了目前在亞錦賽為止最亮麗的第一節 單節有77%的命中率 他們表現用完美可能還不足以來形容 連現場的主播球評都認為說這個數據實在是太瘋狂了 對這個令人興奮的三分外圍的一個表現 當然我相信在進攻方面 中華隊前面兩戰加上今天的第一節都有非常高檔的演出 但是今天我們看到中華隊半場的防守是比前兩戰要更加嚴密 沒錯 防守是中華隊在最近兩戰慢慢調整回來的部分 第二節的一開始進去裡面還是由大房東來扛 另外也換上了楊敬敏 不過還是由中華隊長林智傑來帶領 控球會是陳世傑搭配另外一個射手撿浩 撿浩撿到球45度角的出手 雖然這個沒進但是非常好的一個邊線戰術的使用 讓這樣的一個牽入輕易的上籃 中華隊千萬不要讓菲律賓有這樣子的easy basket 嗯哼 Parnasha 左手的切入在增頂面前 他個人的第一個field goal 陳世傑 切不進去再加上外線的林智傑 野獸 稍微短了一點 藍板球的衝強 現在菲律賓也把進去裡面的阿奇拉給換上來 取代了哥西特 雙方都是陳本土的球員在應戰 Jeffrey Chen假動作 這個場球發生了失誤 陳世傑操到 不過前面有三名菲律賓的防守球員 Isolation 陳世傑並沒有打 對 陳世傑這樣的一個右邊的進攻 已經被禽收的菲律賓我想抓得非常的嚴密了 因為他不斷地使用右邊的切入頻率過高 所以菲律賓很明顯地已經防守他右側的進攻 同一個人 孔拿雪爾又投進了三分球 他獨得五分 所以在重點防守上面 是一直提醒中華隊的 在對方的重點人物方面 他們一定要做一個比較嚴密的看法 中華隊的進攻呢 在這節的三次出手全部在三分外線 是比較辛苦的 曾文廷拿球之後林智傑的切入沒有機會 還是給到了陳世傑 陳世傑過了第一線挑戰阿琪啦 菲律賓打出了一波第二節的5比0開局 現場還可以很清楚的聽到古浩樂隊的聲音 真的非常的吵雜 現在中華隊的二三區域防守還算是比較成功的 不過long rebound一定要注意 像陳世傑這樣的一個偷跑動作 在二三區域連防是最要不得的 所以前面的兩個箭頭要抓來的 中華隊要很暫停 沒錯這樣的傷害馬上就形成了 所以我說雙箭頭千萬要抓long rebound 要不然對方會有三分線的重傷害 被菲律賓隊在第二節的兩分半鐘時間裡面 打出了一波8比0 現在中華隊的領先分數已經是有點危險了 美國職棒戰況升溫 美國職棒戰況升溫 王建民繼續努力準備在戰大聯盟 陳偉英重新投入戰場 各隊卯足全力為季後賽衝刺 全台最完整的美國職棒轉播 最後的機會 轉回手感 同時榮耀 追求完美 今年最後一次機會 爭取大滿冠獎杯 他們要如何展開榮譽的最後一戰 PGA高爾夫錦標賽 第一天Fox高畫質體育台現場直播 雙方今天在三分外線互相的開火 剛才連續兩次的三分嘗試了 當然第二次出手是投進了 所以菲律賓隊在這場比賽的上半場也投進了5G三分球 對 所以這樣的一個數據的話 當然要提供給教練團知道 尤其是總教練必須要這樣的資訊 因為這樣的5G三分線會讓總教練考慮 要不要使用丁仁的方式去守菲律賓隊 暫停過後中華隊需要一個重組 尤其這節還沒有開張 林志傑 前輪面的阿其拉的單打被蓋了火鍋 阿其拉上來之後的禁區扛得還不錯 他的進攻球被曾文鼎播出的界外 雙方目前只有三分差距 中華隊在第二節開打11度領先11分 菲律賓的Chris Bosch 人高手長的齁 208公分 而且移動的速度也非常快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他手上智傑的時候 腳步也非常好 菲律賓這後衛群 常常一些三分的出手其實是不按牌理出台 對 這樣的一個遠距離當然是 非常比較困難的一個出手模式 不過剛剛中華隊改成了人定人的方式 就是非常正確 好 曾文鼎好球 轉身已經進去 不過又被抓的進攻半攻 對 這一球曾文鼎跟林志傑剛剛的情況是一樣的 所以在你順勢過了對方之後 你千萬不要一個抱腰的動作 你只要把手肘順子往籃框的方向去做 就不會做進攻犯規了 所以我們看到 他們都有一個扳腰甚至屁股的動作 所以裁判馬上會吹進攻犯規 是外圍的裁判抓了曾文鼎的犯規 中華隊還在得分荒當中 現在洪志善進場 以Quincy Davis的兩次犯規來看 其實曾文鼎可能還要再扛一段時間 至少中華隊現在還是李堅 切到進區 Alipag 海空飛鼠 速度更快 對 所以我說一對一是菲律賓的強項 像洪志善這樣一上場 就被對方的分 這也是我在第一戰第二戰提到洪志善必須要趕進的地方 因為他的速度不快的話 他就必須要判斷對方是一個什麼樣子的球人 你看我們看到這樣子完全被過 所以菲律賓連幫忙的時機都來不及 Alipag已經36歲 但是他的特色沒有絲毫的更改 加法也進 所以在菲律賓隊第二戰一波11比0之後 三分多鐘時間裡面就把分數給追平 所以這一個三分中 其實菲律賓就得了11分 是在整個上半場第一戰的話 菲律賓才得了19分 這是我們一直提到 中華隊在換上替捕的時候 你的防守強度能不能夠跟先發無比一樣 對 中華隊第一戰有76%的命中率 但這一節的五次出手全部落空 球再回給林志傑 曾文鼎上來幫他做掩護 林志傑切左邊切到一半之後 停下來出手 中華隊單節的第一個沒有夠 所以志傑我們看到他進攻的腳步 跟他的節奏已經掌握得很好 所以這個step back 是等於是wide open的一個輕鬆投籃 狹獸雙方得分來到雙位數 林志傑10分田蕾第一節就拿下了13分 Aquila的外線投射 曾文鼎是放掉了 直到他的射程沒有這麼遠 所以是中華隊期望看到的一個出手模式 曾文鼎他示範一下外線 先過投進中華隊團隊第七個三分球 所以如果曾文鼎都投進三分線的時候 常常會有這個效應 就是其他的射手群也會相對的發威 所以曾文鼎這一個令人意外的三分線 希望能帶動中華隊的防守 田蕾把這個地板上的球給減下來 中華隊回進了對方一波5比0 又是Aquila跟曾文鼎兩個人的身體碰撞 所以Aquila天天頂他這個經驗 對中華隊來說非常有幫助 他製造對方主力總統的犯規 讓多西特必須要回到場上 Aquila跟剛才的Pingris 兩個人都吃了大房東的虧 他的房租已經收到馬尼拉去了 等一下 等一下 羅西特回來 田蕾在外圍做掩護 好 又一個犯規 Jeffrey Chen 在互相這個Pick and roll 田蕾roll進去的時候 他這個犯規有點拉扯 對 其實這樣的一個犯規麻煩的話 對我們來說當然是非常好的 因為其實智傑跟田蕾的切入破壞力 是我們一直提到的 所以這樣的破壞力 會讓對方防守有顧忌 不過現在在場上我覺得比較重要的是 紅智扇能不能夠 展現自己的破壞力 跟把自己的速度加快 是 林智傑 外線的投射稍微短了一些 籃板球被Norwood抓到 菲律賓的速度推得相當的快 多西特Norwood 又給阿拉帕克 又要來打紅智扇嗎 阿拉帕克外線的投射 沒有 這球非常危險 紅智扇千萬不要協防過多 因為他連自己的人都守不好了 所以把自己的人守好為主 再去想辦法幫忙隊友 這才是比較正確 是 是 呂振如 無頂位置移過了距離 投進了個人的第二個三分 這就是我們三分線射手的威力 從昨天延續到現在 炮火依然猛烈 兩天投進了九個三分啊振如 所以我們說 在菲律賓是育龍的主場 一點也不為過 好 近面阿拉帕克 再度單打紅智扇 這讓許慶哲教練 可能要在板子上稍微 思考一下有沒有其他人 對 其實這樣的一個調度結果 是我們一直很納悶的 因為紅智扇的防守能力 跟他的腳傷的問題 所以他移動的速度很慢 所以在對一對一 這個菲律賓單打的局 完全裂死 但是 在陳世傑跟你旋利的表現 都是非常穩定 而且持續的 所以 他們在場下 並不需要這麼多的時間 所以這考驗的總教練 調度的一個功力 小胖上來防守他之後 已經讓阿拉帕克 連續兩次的三分打了 這節稍早他還投進力 計三分球 所以這球 再拔進之後 他單節得到了九分 哇 中華隊現在馬上 把李學玲給換上來 對 這個是一個非常 及時跟正確的調度 我們看到 因為在紅智扇的進攻表現 沒有太多的一個 情況之下 讓 學玲能夠守住對方得分之下 很重要 曾文鼎到另外一邊投三分 沒有 現在連曾文鼎出手 大家都提心吊膽 因為感覺 非常有進球的一個味道 no wood 這難度很高的 一個菲德偉後仰出手 又回到三分差了 但是菲律賓的犯規 持續在第二節累進 對 其實中華隊 我覺得說 在李學玲跟陳世傑上來之後 我們看到攻防轉換的速度非常快 所以在菲律賓 常常會有這樣的一個 無球的犯規情況 但紅智扇上來的時候 這樣的一個速度就沒有了 所以其實紅智扇如果上來的話 他一定要維持著這個轉換快攻的速度 其實你問老一輩的球迷 大家都知道菲律賓打球 其實小動作非常的多 但是今天彩探對於這些 一些比較細部的動作 抓的是非常緊 對 其實菲律賓的小動作 不只是亞洲文明 更是世界文明 因為曾經有老前輩說 其實他們連口水都運用上 我覺得很難想像 這個失誤 是底線發球出來的失誤 正如發生 對 這樣的一個失誤 當然是在關鍵比賽 是我們不想要看到的 不過在積極溝通之後 希望馬上把它改正過來 不過許教練是蠻能忍耐的 上半場第二節到目前為止 Davis都還沒有在場上 中央隊的本土球表現也不錯 對 其實因為現在我們看到 還是領先的優勢 所以為了保護在決勝期的Davis 這樣是蠻正確的 但是曾坤鼎的犯規 現在也出現了問題 個人已經是第二犯 所以在中鋒群方面 中鋒群可能要有信心 跟要有準備上場的一個決心 因為我們看到 中華隊在變換成二三區域防守的時候 常常被對方投進三分線 跟從中間的突破 因為現在李學玲已經回到場上 所以不用擔心一對一的防守 所以可能要考慮 要適合用二三區域的聯防呢 還是人丁人的防守 剛才是Novo向籃下的切入 他目前得到三分 這個賽會的表現的場均是五分 還有籃板球 多西特 所以這種靠近籃框 中華隊擋不住多西特的話 還是比較麻煩 對 這就是像上一屆的牙齒 才為什麼多西特能夠拿到37分的原因 就是他的整個內線的高度跟威脅性 中華隊的本土球員是比較難抗 而且曾文廷已經兩半了 也不希望現在讓多西特有機會持球 要不然曾文廷會相當的被動 他拉開 把空間給拉開 球交到右半邊 這個球給了相當危險 最後擱到羅湖的手上的球界 好 現在昆斯伊德維斯要進場了 第二節最後的3分18秒 許教練再度重用他 讓大房東下去休息 對 所以德維斯上場之後 所以更能夠大膽的啟用人丁人的防守 因為剛剛可能會 因為多西特在場上保護曾文廷的犯規 不過現在一對一的整個劣勢已經不存在 對 林志傑要求德維斯上來幫他做掩護 結果切到進去 球掉了再撿起來 後面的德維斯也沒補進 傑森威廷招到籃板 菲律賓隊落後2分 阿拉泰爾 菲律賓在場上也常常使用手後衛 這個3分球讓菲律賓隊超前 這個3分線其實是轉換快攻的3分線 也是中華隊的老問題 我們一直在提到中華隊的回防 所以逼迫的田蕾 必須要做一個協防對球的動作 才造成了NoWood的一個3分線外圍的空檔 林志傑今天非常辛苦 在上半場幾乎沒有看到他什麼休息 中華隊目前有9次的團隊助攻 田蕾斜到進去挑戰 籃框球台下沒有 要趕快回防喔 沒錯 我們要趕快回防 在籃板不進的時候 因為菲律賓的整個轉換快攻速度也是非常快 而且掌控得滿好 對 然後這個球交得不錯 給佛希特在籃下再度取分 兩名後衛在場上 讓整個速度變得非常快 中華隊皮育分力 所以現在是一個叫暫停的好時機 把菲律賓的氣焰稍微壓一下 中華隊的許教練現在喊出了暫停 暑假之後F1重返賽場 火力充沛迎接新一輪拼殺 超級瘋狂的 然後我們有接觸 阿斯尼克羅斯佛要走 維特爾仍然頂先車手榜 漢米爾頓後起直追 加入冠軍爭奪戰 進去 路易斯 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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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加精彩的下半盾載程 就從比利時開始 FOX高畫質體育台 進去 歡迎再度回來 菲律賓在第二節這段期間 犧牲了他們的高度 但是換來的是更快的速度 中華隊看看許慶哲教練這個暫停 有什麼樣的陰影 行叔 你在這段時間中華隊單節只得8分 讓對方得22分的過程當中 你有什麼樣的想法 當然我覺得第一個就是人丁人的防守 跟23區的協防方面出了一些問題 當然包括洪志山上來的時候 被對方快速的切入之後 禁區的屢屢得分 當然就是中華隊在個人單打方面 我們看到智傑的整個體能 我覺得有一點下降 所以他在切入的速度並沒有那麼快 所以要利用團隊的一個配合 像田磊這樣的一個球的流動 製造得分的機會才行 哇 這樣一個失誤 沒關係 中華隊再手一個也會比較好 是 田磊看到對方兩名球鋪上來 想要下意識的交給Davis 但是初見 對 不過這樣的一個進攻模式是對的 利用半場系統戰的一個演練跟走位 找到一個在離籃框進的一個得分的方法 外線挪露再次的嘗試出手沒有 籃籃球被多西特抓到 所以我一直在提到23區域 中華隊要去思考的 因為對方呂呂在禁區有 空切的得分的機會 跟三分線wide open 田磊已經卡住位置 但是又被抓一個進攻犯規 而且是Quincy Davis 哇 今天他至少有兩個犯規 是不同意裁判的吹判 對 但中華隊還一定要穩住 沒關係 因為現在只有在第二節的後半段 當然這樣的Davis的犯規 我覺得比得分算還要來得嚴重 因為他已經三範了 所以他有犯規上的麻煩 裁判要討論 在吹判犯規的同時 如果田磊已經有準備投籃的動作 雖然球沒有離手 在規則上來說還是要計三分的 所以這是許慶哲教練現在要爭取 也是三位裁判在討論的這個時機點 對 其實從畫面看來 田磊已經準備出手了 因為底線的裁判區域 他是負責在籃底下 所以他並沒有注意到田磊的出手 對 他完全背對田磊的 所以裁判到底這三分算不算呢 已經討論蠻久了 好 現在看起來是不算 所以其實我們在鏡頭看到 底線的裁判區域 他很明顯他沒有注意到田磊的出手 所以外圍的一些裁判 就可能要對底線的裁判 做一些意見的討論 對 而且現在中華隊損 現在這三分算上了 所以田磊投進了追平的三分球 不過中華隊現在最大的危機就是 昆西 Davis 在上半場還沒有結束時已經三範 對 所以我說這樣的一個三範 是比沒有計三分還要來的嚴重 因為我們看到昆西 Davis 在場上的時候 對多西特的一個前置的效應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希望他在決勝時期的時候 還能夠趕快回到場上 為中華隊效力 Davis過去在SBO兩季以來 他原本就不是一個非常喜歡犯規 或是有犯規問題的球員 但是在這場國際賽 對方可能也是挑明要來找他了 對 其實我們剛剛看到他 藍底下的卡位動作 是雙手張開開 完全用他的身體做一個卡位 這個在平常我們來說 應該是一個合理的一個卡位動作 被黑掉了 好 林智傑開後門 切到進去 被蓋了火鍋 不過才能哨音響 看看是一個No Word的犯規 沒錯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整個空間 在大房東曾文鼎 在高位做側應的時候 田磊跟林智傑 會有很多很多切入的機會 我們看到這樣的一個切入進去的動作 空間非常大 製造了對方的犯規 林智傑 林智傑 不過這個哨音沒辦法彌補 剛才讓昆西 Davis的第三犯 林智傑今天 第一次站上罰球 現在輸手沒進 他幾乎在上半場沒有休息 這也是中華隊會 比較在中場時間的需要來討論的地方 對 而且現在是其實 調度智傑休息最好的時機 因為現在的一分鐘加中場的休息 會讓林智傑有更多的時間喘息 讓楊敬敏等等 蔡文誠防守型的球員來頂住這段期間 其實是一個很好調度的選擇 中華隊再回到區域防守 能不能阻止對方的切入破壞力 籃滿球曾文鼎點給了田磊 最後43秒 中華隊落後一分球在李學齡手上 林智傑已經把位子給卡出來 球有點失滑 拿起來之後要來再單邊做單打 不過對方守著是區域 Inside out給到田磊 好 到HIT 這個球傳到了界外 因為諾文跟中華隊的球員 兩個人身體有一些接觸 所以雙方都沒有機會拿到球 對 其實諾文想要騙取裁判一個哨音 不過裁判並沒有買帳 所以這一球的球權爭奪得非常不錯 而且剛剛是田磊積極回防造成的效果 所以中華隊一定要全員積極回防 25.7秒代表中華隊 其實有機會把最後的時間戳到 菲律賓沒有再持球的機會 所以這個進攻時間掌握就非常重要 相信學齡有這樣的能力 一定要在最後的3 4秒出手 讓對方連一點反攻的機會都沒有 所以利於不敗之地 對 中華隊這個set play 有三名球員站在底角 只有曾文鼎跟李璇林來配合 曾文鼎稍微滑了一下 剩下4秒之後的進攻時間 球交給呂正如切到進去的高拋頭被蓋掉 呂正如再拿回來快沒時間了 24秒進攻為力 不過應該說時間到了 上半場的時間已經完全走完 所以中華跟菲律賓在第一以及第二節 雙方是在整個表現上雖然呈現了差距 但是半場打完只有一分差距 這場比賽確實相當的刺激跟精彩 暑假之後F1重返賽場 火力充沛迎接新一輪拼殺 超級瘋狂的 然後他們有接觸 尼克羅斯佛要上路 維特爾仍然領先車手榜 漢米爾頓後起直追 加入冠軍爭奪戰 更加精彩的下半盾載程 就從比利時開始 Fox 高畫質體育台 Go Are you kidding me? He's unconscious 好 現在上半場還沒有完全結束 因為剛才中華隊球員雖然已經走了 但是裁判又再把兩邊的球員給叫回來 認定呂正如剛才那次的出手是24秒的進攻為例 而不是上半場的時間全部走完 所以現在菲律賓隊應該還有差不多一秒多鐘的時間 不過他們的球要從後場邊線來發 回射時間是1.4秒 沒錯 這是非常正確的一個判決 因為剛剛在中華隊最後一集的時候 很明顯的剩26秒多 所以在球沒有碰籃框的時候 菲律賓當然還是有進攻的一個機會 後場的邊線1.4秒 當然難度是非常高 不過中華隊第一個不能夠犯規 第二個要讓對方出手比較不順 有高個子的田磊去在第一線做防守 哇 一傳就已經到了3分線外了 這個是防守上的失誤 中華隊還是要小心才行 好 這是正式的半場結束 菲律賓隊43比42 領先中華隊1分 對方出手 對方出手 暑假之後 F1重返賽場 火力充沛 迎接新一輪拼殺 超級瘋狂的 超級瘋狂的 然後他們有接觸 And they got contact And Niko Rosberg going off the track 維特爾仍然領先車手榜 汉米爾頓後起直追 加入冠軍爭奪戰 Get in there Lewis Get in there That's P1 What a way to end the first part of the season 更加精采的下半分賽程 就從比利時開始 FOX高畫質體育台 美國職棒戰況升軍 王建民繼續努力準備 再戰大聯盟 陳偉因重新投入戰場 各隊卯足全力 為季後賽衝刺 全台最完成的 美國職棒轉播 最後的機會 最後的機會 轉回手感 同時榮耀 追求完美 今年最後一次機會 爭取大滿冠獎杯 他們要如何展開 榮譽的最後一戰 PGA高爾夫錦標賽 第一天 FOX高畫質體育台 現場直播 8月精彩體壇 各大賽事 拉開序幕 亞洲籃球精英決戰菲律賓 中華隊氣球 自備優良戰機後 準備再創尖峰 挑戰二里一山 亞洲籃球最高榮譽 去年錯失了三連霸的機會 今年再次賽上 英國無奇高球公開賽的球場 高主天后曾亞迪 能否戰勝壓力 再次不壞 麥克羅毅已做好準備 未免PGA高球錦標賽 再進去 但其他好手虎勢單單 誰能拿下最終的榮耀 維克爾依然穩坐防守位置 但羅斯堡漸入佳境 差一點點少到 兩名德國猛將 繼續衝刺F1 比例實戰 各大體育賽事 8月精彩體壇 鎖定BOX體育台 和衛視體育台 上半場打完之後 中華隊的三分球命中率 還是相當的驚人 16投9中 這是中華隊在上半場 高達56%的三分球命中率 連曾文廷大房東 都跳出來投三分 而且中華隊在這個環節上 其實幾乎是沒有可以挑剔的地方 不過第一以及第二節 所呈現出來的這個差距 其實對中華隊來說 是稍微大了一些 我們先來看看 在第一節的表現 中華隊單捷拿下了30分 而且帶著11分的領先 又是進入到了第二節 來請行書談一下 中華隊第一節 為什麼面對菲律賓隊 這種球隊可以單捷得30分 因為中華隊的進攻火力 我們說到 在前兩戰的時候已經展露無遺了 尤其今天 田磊跟林智傑的進攻欲望更是強盛 我們看到他們常常在外圍非常遠的地方 命中三分線 這讓菲律賓的整個防守範圍 拉得非常非常大 相對我們的切入也非常非常的容易 而且那段時間 Quincy Davis沒有犯規的麻煩 你看 他平平的在 不管是防守籃板或是火鍋之後跑快攻 那段時間 中華隊其實在整個攻防轉換的感覺 打得非常的棒 沒錯 這樣的一個積極的防守 帶動中華隊的攻防轉換 造成菲律賓的防守上面壓力 是中華隊第一節能夠打這麼棒的一個原因 所以在外圍的三分線距離拉長的時候 看林智傑一對一的單打切入的速度 就非常非常順暢 好 現在問題來了 中華隊在第二節一開局 就被對方在三分多鐘裡面打了一波11比0 而且那段時間所有的得分 都集中在Jim Alipak的身上 請出 第二節跟第一節的中華隊 有什麼樣的差距呢 我覺得差距最大的地方就是在 Mr.Q Davis下去之後 整個內線防守的屏障 讓菲律賓球員沒有太多的技戰 而且在一對一防守上面 露了對方的主力球員 所以這樣的一個兩個結果 造成中華隊在第二節大量的失分 嗯哼 雖然隨後一段時間 中華隊也拉出一波 8比0的反擊 包括曾文鼎投進了三分球 呂正如今天手感其實是不錯的 在上半場正如也投進了兩季三分球 不過可能最大的傷害 在昆西 Davis回到場上之後的 那第三次犯規 我想是對中華隊來說 不但是傷害 而且可能是 Davis 自己都沒辦法認同的 第二季第三次犯規啊 沒錯這樣的吹判 的確是造成中華隊非常大的傷害 好我們看到中華隊在整個 兩分球的命中率 呃 41% 這是整體Fielgo的命中率 三分球命中率 剛才我們提到了 56% 比菲律賓的四成來得還要高 不過在籃板球方面呢 菲律賓是21比15 暫時領先中華隊 我們也稍微休息一會呢 稍後再回到第二頓的半場講評 來看看雙方得分比較高的球員 中華隊這邊呢 當然就是天磊 暑假之後 F1重返賽場 火力充沛 迎接新一輪拼殺 維特爾仍然領先 車手榜 漢米爾頓後起直追 加入冠軍爭奪戰 Get in there Lewis Get in there That's P1 更加精彩的下半輪賽程 就從比利時開始 FOX高畫質體育台 美國職棒戰況升溫 王建民繼續努力準備 再戰大聯盟 陳偉因重新投入戰場 各隊卯足全力 為季後賽衝刺 全台最完整的 美國職棒轉播 8月精彩體盤 各大賽事 拉開序幕 亞洲籃球精英 決戰菲律賓 中華隊技巧 自備優良戰機後 準備再創天峰 挑戰2013 亞洲籃球最高榮譽 去年錯失了三連霸的機會 今年再次站上 英國瑜伽高球公開賽的球場 高主天后曾雅迪 能否戰勝壓力 再次不壞 麥克羅毅做好準備 衛免PGA高球錦標賽 戰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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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其他好手普世單單 誰能拿下最終的榮耀 維克爾依然穩坐防守位置 但羅斯堡漸入佳境 差一點點少到 兩名德國猛將繼續衝刺F1比利時戰 各大體育賽事 8月精彩體壇 鎖定BOT體育台和衛士體育台 這確實是一場高水準 而且速度非常快 節奏相當明快的一場比賽 在雙方得分最高方面 田磊的16分是領先所有球員的 菲律賓有4名球員的得分 在8到9分之間 那麼他們總共有6名球員有得分紀錄 而在中華隊這邊只有5個人有得分紀錄 其中田磊的16分 大概是他從瓊斯堡調整到現在 最亮眼的一場上半場的比賽 對 田磊我們看到他的進攻火力 由外之內都發揮得非常好 3分線的距離拉得非常遠 在切入破壞的時候 拖車的整個中距離也有所掌握 所以上半場的田磊跟林志杰 雙箭頭的威力是很大的 對 他們兩個聯手拿下了27分 不過中華隊的替補球員 只有曾文迪一個人有得分紀錄的進場 所以第二節也是一段 剛才我們提到中華隊單節的乾旱期 其實那段時間 中華隊的替補球員上來 並沒有辦法有效的把分數 能夠維持這樣的一個領先幅度 單節中華隊只得到了12分 也讓菲律賓隊有機會在半場結束 實施1分超前了中華隊 不過下半場的比賽 經由上半場體能調節之後 我相信中華隊在許經哲教練這邊 還有一些想法 可以在球場上的戰術運用出來 我們在稍後回到節目當中 也來繼續觀察中華隊第三節的比賽 美國職棒戰況升溫 美國職棒戰況升溫 王建民繼續努力準備再戰大聯盟 陳偉英重新投入戰場 各隊卯足全力為季後賽衝刺 全台最完成的美國職棒轉播 最後的機會 找回手感 重拾榮耀 追求完美 今年最後一次機會 爭取大滿冠獎杯 他們要如何展開榮譽的最後一戰 PGA高爾夫錦標賽 第一天 FOX高畫質體育台現場直播 好 第三題的比賽正式開始 由菲律賓隊展開第一波的攻擊 多西特 面對曾文鼎假動作之後 出手被曾文鼎蓋火光下來 撥出來給呂正如 這樣的一個防守表現 當然讓多西特對曾文鼎的時候 單打慾望沒有這麼高 因為我們看到曾文鼎在場上的時候 多西特就積極地要求 不過林志傑在上場上場時間 就已經超過了18分鐘了 他中華隊最辛苦的球員切到進區 沒有 對方的速度又呆起來了 傑森威廉給到左邊的Norwood 呂正如被抓的犯規 所以中華隊一定要回防 我們看到有四名的白色 就是菲律賓的球員 已經做積極地轉換快攻 中華隊回防的只有兩名球員 所以這就是我們一直提到 中華隊回防速度的問題 像林志傑在被蓋火鍋 甚至沒有進的時候 就應該要積極地回防 腳步不夠快 最後就只能夠犯規 第一球Norwood並沒有罰進 不過在上半場他出賽18分鐘 是菲律賓上場時間最長的球員 多西特上場了15分鐘 第二球也沒罰進 田磊籃籃板只夠到了一半 被Ocampo把球拿回來 不過這次的傳球有點危險 多西特在三名中華隊的防守球員面前 傳了一個小球 哎呀 第二波的進攻籃板 終於被Ocampo給放進 而且還有哨音 對我們剛剛看到李學玲啊 已經遇到了一個走擊 這非常的明顯 所以他立即的倒地了 不過還沒有死球 裁判並沒有辦法明哨 是 哇這個手肘打得非常的重 李學玲在上一屆亞錦賽 其實也被對方打到出血了 對當然是因為學玲的高度的問題 剛好他的整個臉部 會在對方手肘的部位 所以他自己要有一個保護的動作 尤其在面對這麼多小動作的菲律賓隊 所以李學玲按照規定的必須要被換下去 再看一次 哇這樣的一個走擊我們看到非常明顯 對這可能還不是只有高度的問題 這就有點粗暴的動作 對因為我們看到他保護球的時候 是橫向著向學玲的臉上去招呼 而不是向上或是做一個重心的移位 這很明顯的就是小動作的一個 非常故意的一個動作 裁判喊這個暫停並沒有任何人犯規 並沒有吹這個Ocampbell犯規 哇呂正如 田磊在做掩護的時候 裁判又抓了田磊的進攻犯規 今天中華隊我相信對這個主場少偶 是非常不以為然 對當然中華隊必須要去適應 所以很明顯的是最佳演技獎我們看到 他在跟田磊做一個挑釁之後 來撇舉裁判的哨音也是驚艷展現 是曾文鼎這一屆已經蓋了對方兩個火鍋了 上來再幫林志傑做一個掩護 切入到進區分球 田磊的機會是一個wide open 頭偏了 又是William的出手再被林志傑蓋火鍋 他兩次的上來都被中華隊給封阻掉 這樣的一個回防就太棒了 好球 林志傑的變相 所以漂亮的一個攻防轉換 這是許靜澤教練招牌的一個 攻防轉換的戰術 但是因為調度人員的保守 所以我們看到林志傑田磊 並沒有太多這樣的一個攻防轉換的機會 而中華隊還是靠著頑強的防守 把對方阻止下來 不過這邊投進三分球的是Fernatia Fernat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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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士傑 田磊 帶一部中距離的出手 J 雷哥拿18分 所以田磊的這個表現還是非常非常好 不過我們要注意田磊跟志傑的體能 在什麼時候 應該讓他們也做一個短暫的休息 再上來為中華隊益助得分 這是非常重要的 不過今天菲律賓的調度也相當保守 因為兩邊都想拿這場比賽的勝利 第一節投進三季三分球的Ocampo沒有 所以在關鍵賽事的時候 就考驗雙方教練的鬥志 這又是一個小動作 我覺得這個動作對菲律賓的球員來說 就有點太過分了 所以許靖哲教練在教練團這邊都抗議 因為邵英早就想了 但是 對方還硬把林志傑給扯下來 這個就是小動作 所以這是他們想要影響中華隊情緒的一個方法 我們看到其實哨音響之後 這樣的一個拉人動作 一個人 對 不應該 所以中華隊一定要把自己的情緒控制住 因為你控制不了情緒 當然就等於是中招了 沒錯 菲律賓最喜歡調動人家的情緒 用一些小動作就讓你發火 或甚至發毛 好 而且現場的球迷 大概只有不到1%的人會挺中華隊 這是肯定的 可能連1%都沒有 都沒有 這是我們必須要面對的 陳志傑抓一個進攻籃板 體能的問題 所以真的會影響一些專注力 對 所以我說 在什麼時候讓田蕾跟林志傑做一個短暫的休息 比如說派蔡文成跟楊敬敏上來做一個防守 或是讓他們說不定會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因為他們兩位前兩戰的表現也是非常的突出的 蔡文成在上半場只上了1分41秒 楊敬敏上了3分15秒 都沒有太多的亮眼的表現 好 在林志傑面前 Fanasia再度得分 所以這就是我們一直提到的 你腳步已經跟不上了 你如何讓替補球員做1到2分鐘的一個防守任務的執行 是非常重要的 或是利用暫停來讓球員來做一個體能上的調度 如果你的調度傾向於保守的話 這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不過當然下半場的暫停 尤其在第三節 其實教練通常都會省得用 因為下半場三次節加起來就總共三次暫停 對 所以這是非常關鍵 就考驗在球員在球場上的情況 跟教練的整個調度的功力 剩下10秒鐘進攻時間 在邊路的包夾險些 讓William發生失誤 Fanasia 再給到Ocampo Ocampo切到進去的正面打板 沒有籃板球落下林智傑撿到 我們看到智傑已經完全沒力了 因為他整個運球跟他防守的腳步都跟不上 填磊是否能夠跳出來救他呢 填磊也會有點累 上半場填磊也上了16分鐘 腳步在第三節確實有些沉重 雙方可能都是如此 WOW Fanasia單捷獨得了8分 所以這還是我們提到一個重點式的防守 Fanasia已經連續投進了幾季三分線的時候 陳時傑就應該要比較注意他做一個比較趨前的防守 我們看是傑的腳步 對 哇 又被Jason William繞過籃框之後 單打大防通 對 所以這個暫停來的時機有點晚耶 差距現在拉開到達了9分 關鍵人物就是12號的Larry Fanasia 他個人這段期間獨得了8分 暑假之後 F1 重返賽場 火力充沛迎接新一輪拼殺 超級瘋狂的 然後他們有接觸 Niko Rosberg 走路 維特爾仍然領先車手榜 漢米爾頓後起直追 加入冠軍爭奪戰 Get in there Lewis Get in there That's 3-1 What a way to end the first part of the season 更加精采的下半輪賽程 就從比利時開始 Fox高畫質體育台 從現場的狀況看起來 許慶哲教練似乎還沒有 要把林志傑跟田蕾換下來的打算 對 其實現在已經被對方拉出了一波進攻上的小高潮 當然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看到林志傑的兩個攻防 他已經完全沒力了 所以他在沒有體能的情況下 他一對一的發揮也不夠順暢 所以這時候 調上楊敬敏跟蔡偉辰 讓他們做一下兩分鐘防守任務的執行 我覺得換取林志傑休息的時間 是非常非常的正確的一個選擇 這節中華隊只得了4分 曾文鼎在罰球線後面束手進 好球 大房東也拿下9分 也許就是這暫停的一分鐘 可以讓中華隊稍微喘口氣 不過Ocampbell在進去裡面拋頭 所以現在的我們看到重點 Ocampbell的防守也是要非常積極的 因為他們的得分點其實現在並不是非常廣 我們看到志傑 他現在已經整個切入的整個力量跟完成的動作 比第一節要整個慢得非常多 對 還有就是他的防守 他最後回來 所以又漏掉他自己的人Fernatio Fernatio的單截已經得到了11分 所以這就是我們一直在討論的 對 志傑體能下滑的時候 楊靜敏跟蔡文成有沒有能力去做一個替補 我相信是有的 而且他們前兩戰的防守也是非常耀眼 所以讓志傑休息 在決勝時期的時候靠他的進攻火力 這也是非常好的一個調度 對 對 呂正如也必須要跳出來 這是一個空檔 呂正如投進 差距回到了各位數的9分 對 所以其實中華對其他球員的進攻火力 也並不是會要我們太擔心的 像呂正如 曾文鼎 像今天的田蕾 所以讓志傑休息一下 我覺得一定要立刻去執行 因為林志傑扮演的角色太複雜了 他還要來控球 大部分的球都是由他來發動的 對 所以他是非常耗體能的 而且我們看到他的防守已經 非常的非常的疲累了 連做一個競爭的動作都沒有 回防更是越來越慢 呂正如 把球給拿到一半而已 哇 菲律賓又把球給救回來 中華隊有點可惜 多西特要要位 是田蕾在防守他 田蕾剛剛在另外一邊的底角防守他 相當成功 但是切到進區 之後你撥出來還是菲律賓的球 哇 這個籃板 他主要又是第一下被過 我們看到 這個一對一的防守 還是沒有辦法制止菲律賓這樣變換速度 菲律賓要回來了 他真的不回來不行 中華隊的分組球已經撐了很長一段時間 曾文廷單捷得4分 我個人覺得 現在曾文廷的表現在高檔 所以菲律賓回來並不是很恰當 最主要是田蕾跟智傑體能調整的問題 我們看到又是被過 必須要讓曾文廷來協防 造成曾文廷的犯規 菲律賓已經三次犯規 同時中華隊在這級的團隊也來到第三次 所以這就是我們一直提到的 主力球員體能的調節 尤其是智傑 我們看到他在被過之後造成曾文廷的協防 其實智傑 這樣的一個體能跟球員 你讓他短暫的休息一到兩分鐘 再回到場上 就是又一個完全全新的野獸了 所以如何做一個體能的調度 考驗著中華隊的教練團 對 我們剛剛在賽前還稱讚 就是中華隊在前兩戰 其實調度蠻靈活的 擺脫了過去的七六人隊 但這場比賽好像壓力比較大了 目前好像在整個調度上面 板凳球員能夠做的幫忙並不多 感覺又像是打回原型 因為其實我們前兩戰在中華隊 我們一直講說他的調度非常靈活 所以許晉澤教練的轉換快攻 是越來越棒 但是今天球員的轉換快攻 我們看到次數非常少 當然就是因為他們在場上的體能 急劇下降的一個結果 克力賓隊已經有12個進攻籃板 中華隊只有兩個 所以前兩戰中華隊籃板的優勢 在這戰是消失了 楊敬敏終於上來了 剩下2分47秒 楊敬敏必須先從防守做起 而且有機會的時候他也必須要攻 對 其實楊敬敏的防守 還有經驗的話 在中華隊也是屬於前段班 而且簡浩上來的時候 他還是可以維持昨天的手感 因為簡浩昨天的外線表現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所以這樣的人員調度 我相信會給田磊跟整個野獸 有很大的一個喘息的空間 他們在上來的時候 就會有全然不同的表現 嗯哼 雪林出手沒進 戴維斯現在帶領的是中華的第二梯隊 簡浩跟阿敏都是替補上陣 中華隊在第一戰面對約旦的比賽 曾經在第三節一度落後到達了10分 不過最後是逆轉獲勝 但今天他們遭遇一個更強大的對手 Fanashia剛才太輕鬆了 都沒有任何的防守干擾 現在防守的壓力來 他就沒投進了 對 我們看到簡浩的貼身壓迫防守 而且他的高度也造成了他 菲律賓進攻球員的影響 呂勝如的運球被對方給抄掉 剩下兩分鐘第三節要結束 所以這就是要檢討後衛的一對一防守 在李雪林被對方切入的時候 簡浩只能去做一個協防的鬥中 讓Fanashia有這樣投籃的wide open機會 呂勝如高線拋高 球再撿回來 簡浩給李雪林 沒有人看守 李雪林拍下球之後交給了楊敬明 有一些差距 哇 中華隊這節的命中率相當低迷 非常漂亮的一個 代球撞人的一個防守 我們看到雪林在對方拖車的時候 積極的站位造成了這一個 進攻犯規的防守 你現在裁判來看一下外面的裁判 外圍的裁判說是進攻犯規 所以我們看到角度非常好 雙腳站在免責區外 這絕對是一個正確的帶球撞人的防守 是 確定今天挨了對方一擊 悶規爾被Campbell打到他的眼睛上面 Low 13分 Princy Davis 球撿得蠻辛苦的 有點混亂 還有10秒鐘時間 切到進去 好球 解號給到楊敬明 所以我們說替補球員的表現 在前兩戰 其實應該給教練非常多的信心才對 他們到現在才上場 維持還不算太晚 把防守做好 一分一分的慢慢的追 中華隊今天的助攻速 仍然是比菲律賓來的亮眼 Halepak 從第二節上來的表現也不錯 哇 這不得了 Fernasha 單捷已經得到了16分了 這是單捷的表現 所以Fernasha這樣的一個TOP SHOT 看到其實简浩已經屈前防守了 但是我們就說 中華隊對於重點球員的一個防守 要更積極才行 是 蔡文誠也上場 剩下6秒鐘的進攻時間 蔡文誠 切到進去之後被對方給碰到 而且被蓋了火鍋 Pingris 菲律賓說放慢 因為要充分利用最後這10秒鐘 Halepak 右邊過了李學玲 小球遞給了Pingris 切到進去 繞過籃框 球沒投進 不過第三節中華隊 在整個防守上面 腳步跟不上的情況之下 被Fernasha 單捷獨得16分 現在打完三節 他已經拿下了21分 菲律賓隊有13分領先 八月精彩體壇 各大賽事拉開序幕 亞洲籃球精英決戰菲律賓 中華隊計球四倍優良戰機後 準備再創巔峰 挑戰2013亞洲籃球最高榮譽 去年錯失了三連霸的機會 今年再次帶上 英國獨立高球公開賽的球場 高球天候曾亞迪 能否戰勝壓力 再次無患 麥克羅毅做好準備 衛免PGA高球錦標賽 轉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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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其他好手普世單單 誰能拿下最終的榮耀 維克爾依然穩坐防守位置 在羅斯堡漸入佳境 差一點點少到 兩名德國猛將 繼續衝刺F1比例實戰 各大體育賽事 八月精彩體壇 鎖定FAX體育台 和衛士體育台 多嚴重 好像有樣對 超 leap 雙手 你看到你 火力充沛 贏了 新一轮拼杀 维特尔仍然领先车手榜 汉米尔顿后起直追 加入冠军争夺战 进去 劉威斯 进去 这是P1 更加精彩的下半轮赛程 就从比利时开始 Vox高画质体育台 中华队第一节就得到30分 不过第二跟第三节分别是拿下12以及13分 而菲律宾的得分是非常的猛 在主场满场球迷的加持之下 他们每一节得分是逐步的攀升 刚刚结束的第三节 他们单节得到了25分 而在讲话兼中华队发生的团队的第12次失误 对 其实洪辉刚也提到 菲律宾在前两战的第一节总是比较慢热的 他们的进攻的情况总是慢慢加温 而且刚刚曾文鼎降了一个直线对中锋的传球 是非常容易有失误的发生的 因为传球的角度非常不好 落后13分 外线是Jeffrey Chen的出手没有 篮板球戴维斯回来之后还是争取到了 篮板球中华队输蛮多的 三节打完输了10个篮板 尤其在进攻方 对 所以当然这我们可以探讨 就是David在三次犯规之后 他留在板凳区的时间非常非常长 所以中华队以往的劣势又展现了 就是在团队防守方面 还有篮板的保护方面 所以不只David要去承担这样的责任 是每一个球员都要做好卡位的动作 还有10分钟 林志杰再回来 田磊稍微休息一下 戴维斯今天在上半场只得2分 他的犯规让许晶泽教练留他在场的时间 不得已也是比较少 对 但是现在David 他必须要打满这个第四节了 因为现在中华队有11分的落后 所以David的犯规麻烦是比较不重要 证实放一边了啦 我们也管不了这么多了 对 所以在决胜时期 我相信David应该是要打满第四节了 有他跟没他对中华队差距真的是蛮大的 对 因为我们看到在菲律宾球员切入的时候 他面对没有David的时候 哇 这是一个坚强的防守非常的棒 不过虽然球出界 但裁判说时间已经到了 所以球权还是反给中华队 对 这是很正确的判决 我们刚刚提到David在场上的时候 菲律宾球员切入毫无记战了 所以他不会遇到太多的阻碍 但我们看到David回到场上的时候 他们就被逼迫了只能做一个外围的出手 团队的第七次 菲律宾的失误 李正如接球之后直接后仰出手游 这是李正如应该非常熟悉的投篮模式 传统的伊士玉龙的一个远绕的战术 做一个double的downscreen 让他能够catching shoe顺利投进这两分 你觉得中华队已经认输了吗 还没有 现在又回到了九分差距了 禁区的传导还是受到戴维斯的影响 没错这个play就非常的明显 我们看到菲律宾在切入破坏之后 他还是面到最后一道防线的时候 是David的封阻还是受到了影响 好球员正如 接到大房东的开后门 对感觉我们是看到 郑文迪跟员正如串着玉龙的球衣在作战 这是玉龙过去在SBO初期最擅长使用的开后门战术 对所以在球还没投进之前 我们就觉得这是一个漂亮的play了 所以防守非常重要现在 篮板就会被David抓到 直落后七分的中华队 球在林智杰手上 Jason William 防守犯规 这就是我提到 许志明的教练在SBO最擅长的转换快攻 Leon Davis 篮板保护之后 把球快速的推进前场 造成对方防守上的压力 所以一对一的时候 天蕾跟智杰也有比较大的空间来发挥 这大概是整场比赛 我们第一次看到有任何一队 一次换三个人 就是菲律宾队 他们要调节体能 同时把刚才表现不好的球员给换下去 所以你在外围就被Ocampo对上 小球交给了Quincy Davis 非常好的双人组合 我们看到现在进去的威力已经展现了 所以中华队千万不要放弃 一个一个慢慢的手 只差五分了 中华队在这一截打出了一波 8比0的开解攻势 对方是还没有得分 多西特回到场上 被这位顶盖火锅 但是裁判又抓他犯规 哇 这样子大阪东已经示范了 所以这样的犯规 当然对中华队来说是一个非常重的伤害 我们看这一个假给真切 小pass给David 轻松的一个灌篮得分 可以尝试一下这是曾文鼎跟David 原本应该是他们两个打先发 但是因为曾文鼎的腰伤使得 一直到第三场比赛的第四节 我们才看到他们两个同时在场上 但是效果在整个攻击面的效果是非常好 对 这样的一个双人的组合 在防守上面的火锅网也是非常的吓人的 我们看到曾文鼎在外围做一个高位侧应的时候 常常可以带动吕正如跟整个林志杰 那个切入的破坏力 在内线又组成了一个火锅的防守网 所以就像洪辉刚刚说的 可以尝试这样的组合看看 而且田磊的外线最近状况也很好 有没有可能就是说田磊打到3号 林志杰打2号 对 这当然也是非常一个 具有破坏力的封线组合 我们看到 因为田磊其实在场下已经休息非常久 而且他今天的表现是很好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还待在摆凳区 郭忠敬这个球被对方稍微打一下掉了 Castro 空间拉开没进 篮板的争抢林志杰抓到 冠军当中球带出来邵映又在响 今天裁判的邵映也抓得非常的严了 不过许静泽教练的抗议是 这是中华队的得力球 对 其实刚刚虽然是得力球对我们不利的吹判 不过我看到一个比较好的现象是中华队在全员回防之后 弥补了这个一个转换快攻的一个缺失 反而制造了自己的转换快攻对方的犯规 不过中华队在这种逆境当中能打架已经是不容易了 因为裁判很明显的并不站在我们这边 没错 这个非常明显 对 相当明显 有很多的吹判 其实对中华队非常不利 尤其是David's的这个犯规 今天至少他在三次犯规当中有两次 我想大家都看得蛮清楚 对 所以现在来说我看到 其实在我们还是比较有一个疑问 就是说田磊到底跑到哪里去了 其实田磊在今天的破坏力跟三分线都非常好 好球 吕正如 吕正如 哇 回到四分差了 对 所以现在场上的得分之下 我们看到是吕正如跟曾文迪非常重要 所以智杰在体能下降的时候 是不是再让他回到反面区休息一两分钟 换田磊来试试看 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或者换一个防守球员 因为现在攻击点还蛮广的 对 所以并不用太依靠智杰的一个 整个迁入的破坏力 让智杰在决胜时期上来 让他处理关键球我觉得最适合 是 曾文迪又防住了Ocampbell 球又出界了 而且时间同时也到 所以跟刚刚情况一样 还是中华队的球权 最后的六分钟 我想任何一个人在场上的替换 可能都会影响到整个比赛的结果 对 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在整个调度方面的话 真的就是要考验教练的功力了 看看能不能够让智杰发挥最大的功效 是 智杰现在很明显的吃球时间已经减少了 这也是在场上的一个休息机会 曾文迪 她的工作则是在进攻端增加 给到林智杰这个wide open 三分球的出手 for free 为中华队受伤 遥远祝福 野兽的怒吼出现了 所以这样的怒吼 希望能够让他把体能的事情忘掉 让他再展现他自己进攻的欲望 中华队在第四节开打时落后13分 但是现在回到了一分落后 这段时间 菲律宾队只得两分 美国职棒战况升温 王建民继续努力准备再战大联盟 陈伟因重新投入战场 各队卯足全力为季后赛冲刺 全台最完整的美国职棒转播 最后的机会 找回手感 徒实荣耀 追求完美 今年最后一次机会 争取大满贯奖杯 他们要如何展开荣誉的最后一战 PGA高尔夫紧标赛 第一天 Fox高化值体育台现场直播 第四节的开局 中华队打了一波14比2的强势反扑 这个反扑让双方 现在又站回了擂台的中间 所以这一个三分线的命中 让智杰休息也救了中华队 因为我们看到16分 11个助攻 整个场上的影响力 可以完全从数据表现 但是我们最担心的就是智杰 他一对一单打体力流失太快 所以如何让他能够在充足的休息之下 又发挥最大的效应 中华队是必须要面对这样的课程 对 先走住这个再说 这后卫速度真快威廉 所以我们提到威廉 他整个在变换速度上面 是非常擅长的 所以中华队要注意 他这样的变换速度的一个攻击 明智杰有机会完成20时 而且是跟别人不一样 他是助攻时得分20 吕正如接受掩护之后的出手 中华队追平了比分 这是已经追平的三分球 这个三分线太重要了 我们看到 因为这样的一个tough shot 其实并不容易投进 但吕正如维持了昨天的手感 我们希望他继续发挥 继续仰蓝框下去 这两天 吕正如投进了12G三分球 今天五个 昨天七个 Ocampo的外线投射短 low rebound 他自己在捡到 曾文婷 这个防守虽然积极 但不要做一个偷跑的动作 对 因为篮下还需要抓篮板 对 因为如果他没偷跑 这个篮板还是掌握在中华队的手上 贵律宾队已经连续抓了前场的两个进攻篮板 他们的进攻篮板已经来到了14个 这个进攻篮板不能再他们抓了 对 这个篮板重要 因为现在决胜时期 每一个篮板球跟球的处理都很重要 尤其在这个关键的场次当中 大防洞的威力从这边展现出来 我们说他的高位的侧应非常棒 但是今天他假送真切的一个动作 尤其对方在顾忌defit的情况下 并没有做一个协防的动作 非常漂亮 太不可思议了 最后再度回到这场比赛战局当中 多西特的得分平手 Fancy Davis跟多西特在篮下一对一 多西特被抓了拉手犯规 哇 这一个互相的攻防看得出来 Davis想要讨回颜面 也制造了多西特的犯规 现在有一个资讯是对中华队是非常有利的 就是对方已经进入加伐状态了 所以在决胜时期 你只要积极的破坏进攻攻击篮框的话 就可以让自己站上伐球线 对中华队是比较有利的 曾文婷背框 再次的做单打 这个小球交到外围 但是李学霖被 戴维斯挡住了视线 所以没有办法看到 对所以这球我们看到曾文婷一直比底线的位置 就是说在任何球员切入的时候 底线一定要有一个射手位站的 这就是曾文婷跟李学霖沟通的地方 最后的三分半钟 74平 威廉切到禁区 过来的补防交给 先犯规的是吕正如 把对方完全会毁掉 这个犯规应该是值得的 对这个犯规非常聪明 因为多西特在篮下 如果正如没有犯规的话 这就是一个暴扣得分 所以算是一个聪明的犯规 而且保护了戴维斯 戴维斯再上来之后呢 其实还蛮节制的 在犯规方面他前面已经有三次了 这场比赛又再度看到中华队的斗志 我觉得这是今年中华队 给大家不一样的感觉 两场比赛 包括第一场面对约旦 今天面对菲律宾都落后到达两位数 但是他们都在回到战局中 对 这一届中华队的韧性是比以往要强很多 所以这是我们可以感受得到的 所以中华队在这个气势上面 我觉得今年是最好最好的 希望我们能够重返亚洲的市场 田磊如果跟曾温迪是互相替换的话 那可能就是在最后他不会回来 不过如果是如此的话是有点可惜 因为田磊今天手感是不错的 对 所以当然这样的失误是要不得 尤其在最后的三分钟当中 是 宇盛鲁的回传失误 现在手下这球 中华队目前一分落后 多希特 先要曾温迪来顶他 绕过篮筐的Longwood 被David's给干扰 犯规阿拉帕 先跟林志杰有身体的接触 团队的第五犯 对 所以这样的犯规 当然是会让中华队站上罚球线 但是我们刚刚一直提到 就是说 当然因为吕正如的表现 让田磊是 呆在板凳区上 所以这个就 我说的考验教练 调度的功力 如何在这短暂的时间 让所有的人发挥 他进攻的威力 跟调度的一个功效 是非常重要的 这真的是一个抉择 因为正如在第四节 单节独得10分 他是中华队逆转的一个重要功臣 那林志杰看起来应该也下不去了 而曾文鼎跟David在进去的配合也不错 对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难的抉择 最后看看 在场上球员的体能 跟他的一个短暂的一个 攻防的效率跟表现 也取决你换人的时机 因为每一个换人都可能会影响战局 林志杰快要大三元了 只差两个篮板球他就大三元 但是我们希望看到是中华队的胜利 林志杰再把篮板抓起来 第九个篮板球 75平 余正如接受到了掩护之后的出手 差一点点 多西特篮板 所以我们看到志杰的拼劲跟斗志 他虽然体能消耗很多 他还是积极地去抢这个进攻篮板 今年的赛会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任何一位球员能够缔造大三元 林志杰可能是第一个 最后的2分28秒 多西特出手让菲律宾再度超前 所以现在每一波的攻防 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 千万不能在短时间内让菲律宾拉开这个比分 林志杰面对杰森威廉的防守 他身材上的绝对优势潜入到禁区 遇到干扰 被多西特将球播出界外 还有7秒钟 所以我们看到志杰已经靠意志力在撑了 因为我们看到他起来的力量都没有 表示他的体能负荷已经很大很大 今天如果他上场超过三十六七分钟 其实应该也在大家预期之中了 对因为明天是属于一个休息的调整日 当然以志杰的重要性 是在中华队是绝对不可言喻的 但我们看到他现在 体能已经消耗到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地步 所以能不能让他休息30秒 或是短暂的两个play都是非常重要 曾文婷 正面打板的三分球 中华队再度朝前 这是一个振奋人心跟非常重要的三分线 即使是Lucky Ball 我们也需要这样的运气 不到两分钟的比赛 塔拉帕假传之后 真上没有篮板球 李学霖抓到 这需要一个控制节奏了 因为对方进入加伐状态 怎么样打到一个禁区 或制造一个单边的一对一单打 制造对方犯规啊 这是很重要的 是 徐建哲教练比了一个2-2的进攻战术 调远边 余正如45度角已经埋伏很久了 4-3 余正如 南杰拿下13分 为中华队送上遥远祝福 所以这个三分线非常重要 因为逼得对方一定要叫暂停 也让智杰有休息的时间 时间已经不多了 中华队能够演出13分落后的大逆转吗 菲律宾队现在喊出了暂停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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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力充沛 迎接新一轮拼杀 完全狠狠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违特尔仍然领先车手榜 汉米尔顿后起直追 加入冠军争夺战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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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加精彩的下半分赛程 就从比利时开始 Vox高画质体育台 看到中华队今天的拼劲了 转播SBO已经十年来 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 是到目前为止 大概最感动的一场球 在别人的土地上 大概有两万人替对方加油 两万人打我们五个人 但是中华队现在再度 把比分给返超 而且只下最后一分多钟 今天真的看到中华英雄的表现 他们这样的一个运动上的精神 是会感染的全台湾的人民的 所以继续持续下去 最后的一分半钟 菲律宾队现在可能有点刺去 谁的出手必须要果敢 三分外线的机会 阿赖派出手没进 籃板球 多希特抓到 被李玄林拨出界外 李玄林也拼了 对 现在只剩下1分13秒 我觉得现在是调度 防守球员最好的时机 尤其智杰的体能 现在是非常非常 已经用到极限 让田蕾上来做一个防守的play 而且许静泽教练 还有非常多的暂停可以使用 所以这是一个考虑上的建议 对方也已经午饭了 所以中华队还有犯规可以来 这有点进攻犯规的嫌疑 但裁判说没事 李玄林 这个篮板抓到 自己却踢开 这个重要的一个失误 不过没关系 再守住就好 再守住就好 中华队还领先4分 也没犯规 中华队这几波的防守都蛮成功的 一直阻止菲律宾在篮下的攻击 杰森威廉 面对吕正如的防守 拉回来想要切 转身的出手 球弹进 中华队没有喊暂停 40秒钟 其实现在优势还在中华队身上 因为对方已经犯规加罚了 所以中华队要站上发球 现在就是林志杰 对所以现在其实中华队的优势很多 因为许静泽教练有非常多的暂停可以使用 所以在攻防人员的一个调度就非常重要 所以如果林志杰 罚中了两球之后 这就是一个很好调动防守球员的一个时机 对 不过说到调度 许静泽教练应该已经是吃了衬头 他决定让这五位球员一直打到底 因为刚才在我们觉得有机会换人的时候 其实都没有换 我想最后这个关头他应该不会再换人 除非有人武汉毕业 对所以许静泽教练应该是用另外一种 比较鼓励激励球员的方法 对激励的方式 希望他们用意志力给撑下去 我们看到中华队的球员也紧紧地 展现了他们的球队的凝聚力 所以现在37秒 林志杰还是撑下去吧 林志杰得到了19分 另外抓下9个篮板球 他今天传出了12次助攻 这是一个超越亚洲等级水准的表现 没错 这样的一个大三远表现 不是每一个球员都做得到 可以看得出林志杰现在是属于巅峰状态 对 准大三远而且得分也快要来到20 菲律宾队喊出暂停 8月精彩体盘 各大赛事拉开序幕 亚洲篮球精英决战菲律宾 中华队继续自卑优良战机后 准备再创巅峰 挑战2013亚洲篮球最高荣誉 空中华进行打 去年错失了三连霸的机会 今年再次赛上英国武器高球公开赛的球场 高组天后曾亚迪能否战胜压力 再次不坏 麦克罗易做好准备 未免PGA高球紧标赛 战菲律 但其他好手不是单单 谁能拿下最终的荣耀 维克尔依然回落防守位置 但罗斯堡渐入佳境 差一点点少到 两名德国猛将继续冲刺F1 今天这场比赛 对于台湾篮球的发展史上 是一场重要的战役 中华队打出了令人感动的精神 相信现在所有守在台湾 电视机前的球迷朋友 看到中华队的拼劲 恨不得赶快买张机票飞到菲律宾去 给他们鼓励 现在还剩下最后的时间 菲律宾队仍然是4分落后37秒 鴻奎你完全说出我的心声 我现在很想到现场去观看比赛 是 但是全台湾有非常多的球迷 也都想这么做 中华队现在就是缩防 因为对方一直要攻进区 所以进区的协防来得很快 对 所以其实中华队现在还要注意 切入之后的破坏射手的一个外围的投射 所以一对一的防守变得很重要 对 这个球手下中华队就有机会了 杰森威廉 给到外围的 Campbell的出手 投篇林志杰的第10个篮板球 没有抓到 不过没关系 待会是抢回来 现在不是个人进入的时刻 而是中华队必须要拿胜利 林志杰要站上阀球 现在剩下最后的20秒 所以这又是中华队另外一个优势 在智杰罚完球之后 我们还是要强调 这是换人的一个好时机 不过徐静泽教练真的是 吃了趁多甜心 他应该是建议球员 所有都要用意志力撑下去 因为明天就是休息日了 没错 接下来在下一个阶段当中 如果能够继续击败卡达跟日本的话 中华队有可能进到四强喔 如果这个罚球还是要把握住才行 对 所以我说这一届的中华队士气高昂 有时候胜负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你在球场上表现的一个精神 跟拼战的态度 是会感染全台湾的球迷的 林志杰的第20分 在三场比赛当中 他有两场重要的比赛得分来到20以上 包括了被约旦的27分 现在剩下十几秒钟 中华队还有犯规可以用 这是一次聪明的犯规 对 其实我们的犯规 虽然还可以利用 但是 我们看到这个犯规 是远离于进攻篮筐 所以还可以再沉稳一点 让对方在 这样的一个防守是非常聪明的 掌握篮板 其实胜利就在握 这是一个重要的篮板 Quincy Davis 替中华队锁定了胜局 太不可思议的一场比赛 全台湾的球迷现在可能都已经兴奋了 今天晚上睡不着觉 许静哲教练的坚持 最后得到了回报 他让林志杰下半场一分钟都没有休息 但是中华队 却在三界打完落后十三分的逆境当中 克服了全场一万六千名爆满的球迷 替菲律宾队加油 最后拿下了预赛的三连赛 这真是太令人感动了 中华队成为分组冠军 林志杰差一个篮板球 就可以成为今年赛会第一位大三远的球员 但是他的表现已经是无懈可及 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再回到最后的奖品 高主天后曾亚迪能否战胜压力 再次无患 麦克罗毅做好准备 未免PGA高球体标赛 站进去 但其他好手普世单单 谁能拿下最终的荣耀 维克尔依然温坐防守位置 但罗斯堡渐入佳境 差一点点少到 两名德国猛将继续冲刺F1比例实战 各大局域赛事 8月精彩舞台 组定Fox体育台和卫视体育台 最后的机会 找回手感 徒实荣耀 追求完美 今年最后一次机会 争取大满贯奖杯 他们要如何展开荣誉的最后一战 PGA高尔夫紧标赛 第一天Fox高画质体育台现场直播 暑假之后 F1重返赛场 火力充沛迎接新一轮拼杀 维特尔仍然领先车手榜 汉米尔顿 后起直追加入冠军争夺战 更加精彩的下半分赛程 就从比利时开始 Fox高画质体育台 这是一场令所有台湾球迷 喜欢篮球的球迷 非常感动的一场比赛 虽然知道全场比赛 其实有些少运 对中华队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不过第四节 中华队从一波14比2的开局之后 就再度回到了战局当中 而且把他们自己的士气 提升到了最高点 虽然最后许清泽教练 所以选择让这些体能 已经是有点壮强的球员 继续留在球场上 尤其包括了林志杰 或甚至曾文鼎还有吕正如 但是他们发挥了相当大的功效 那么在这一胜之后 中华队现在在分组当中得到了 他们在去到马尼拉之前 最想要的就是分组的冠军 现在就看第二轮的比赛 我们现在先透过图卡来看看 最新的A组的战绩表 那么中华队是取得了分组第一 非常恭喜他们这一胜 对中华队来说是值得的 而且是得到了非常大的回报 菲律宾是分组第二名晋级 那么约旦队稍后 还要跟沙烏地阿拉伯 再进行比赛 一般预料 约旦队应该能够 以分组第三名的机会来晋级 那么当然 我们现在也回顾了 这场比赛 其实过程真的是相当的戏剧化 中华队在二三两节的得分 分别只有12分以及13分 但是第四节 中华队打出了旺盛的气势 对 其实中华队在一开赛的一个进攻火力 尤其是田垒跟智杰方面 其实非常非常的旺盛 再加上后期的一个 呂正如的三分线的发挥 其实中华队在进攻方面 一直没有太大的问题 不过今天在主力球员的体能上面 是有非常非常大的负荷 第一节中华队得30分 第四节关门的这节 中华队得到了29分 而且让菲律宾在第四节 他们只得到11分 是四节下来菲律宾单节得分最低的 这第四节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大的变化呢 行书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曾文鼎在场上的一个防守 跟Davidson重回到一个场上的效应 因为我们说到Davidson 因为犯规麻烦 前面几节他上场时间非常少 但第四节他却是非常的 在正手禁区的情况下 让菲律宾没有太多切入破坏的机会 每一个切入都受到他的影响 对 今天调度虽然保守 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个回报 就在除了大家知道林志杰差一个篮满球 就可以达成大三圆之余呢 其实第四节有一个关键人物 就是定点射手吕正如 正如的22分当中 其中有13分是在第四节拿下的 包括了三季非常重要的三分球 对 这样的好表现当然是 许静泽教练放心的 让田凛坐在板正区的一个情况 因为吕正如的表现太好了 所以在调度上是做一个取舍 而且大房东跟智杰等等的一个表现 都让中华队能够今天获胜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对 这个最后的五人呢 其实也是从瓊自卑开始 许静泽教练就比较相信的先发五人 只是因为曾文鼎的腰伤 让他在这个系列赛呢 必须前三场比赛从板凳出发 不过我们再来看第四节 曾文鼎的正面打板 Lucky的三分球 吕正如接到曾文鼎的传球助攻 中华队今天在整个团队的感觉呢 其实延续了昨天面对沙烏地阿拉伯的比赛 还是非常棒的 好 我们看到个人得分 这是团队的成绩方面 今天得到84分中华队 命中率57% 三分球更是非常的可怕 30投15中 有五成的三分球命中率 硬是压过了菲律宾队 菲律宾队今天投进了实际三分球 但是在第四节 他们的三分外线是非常少出手 而且丹姐没有投进任何的三分球 而中华队呢在第四节 也在昆西 Davis回到球场上之后 克服了这个篮板落后的差距 一度落后到达10个以上的篮板 最后双方只有两个篮板的差距 而今天中华队得分最高的是 就是吕正如他拿下了22分 比第三节发飙的Fernatia的21分 来得还要高 另外林智杰的得分也来到了20 所以这双箭头在整个得分方面呢 确实是火力相当的猛 三场比赛下来 中华队这场比赛得分最低 但既然就算低也有84分 所以中华队的得分真的是 一点都没有问题 我们稍后休息一会 同时期待稍后我们在接下来的 雅锦赛为大家带来的转播 稍后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